花莲市继吉宝干部落文化聚会所落成之后 位在明年国小的根努仪部落文化聚会所 16号也落成启用 而落成之后 明年国小的师生平时也可以在聚会所内 进行相关的户外课程 也不会再受到艳阳或是雨天的影响 原民会的主委一将拔鲁儿相当肯定 花莲市长魏佳贤带领施工所团队的执行力和用心 照顾了原住民的朋友 在耿律部落头目林昌文带领下 原民会主委一将拔鲁儿与市长魏佳贤等人 以原住民祈福仪式 向祖庭报告部落文化聚会所已经完成的喜讯 同时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完成剪彩仪式 三 二 一 请动彩 花莲市更奴隐部落文化聚会所 这是落成 市长魏佳贤感谢中央人民会 也感谢花莲县政府 以及各层级民意代表的支持 才让部落聚会所得以顺利行建 昨天金宝干部落聚会所完成之后 其实有很多同步说 怎么设计的那么漂亮 然后新闻一直广传 他说原来部落聚会所可以这样设计 今天这个再出来 可能全国的都会跟主委讲 为什么花莲的都特别漂亮 我们也希望未来每一个部落聚会所 都有它的特色 那也有别于传统的一些建筑方式 真的可以把地景跟孩子的文化 跟孩子的教育做相关的链接 我再只要谢谢县政府教育处 还有我们当校长团队 都可以来协助我们来完成这些梦想 而人民会主委一将八落 则相当肯定市长魏佳贤 带领公所团队的执行力以及用心 魏市长做得很好 原民会也用力补助 我们给魏市长掌声谢谢好不好 谢谢市长 这个机会所跟语言传承也有关系 我觉得方校长很有眼见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推老幼共学 就是我们希望长者进入到学校的时候 我们的小朋友可以用主意给他们对话 这叫老幼共学 虽然大雨不断 不过参加耿律部落文化聚会所落成的 长官以及贵宾们 并没有被雨淋湿 而活动流程也未受到影响 大家坐在聚会所内 看着部落妇女家政班所带来的迎宾热物 这也是部落聚会所必须兴建的原因之一 未来明年国晓的师生 平时也可以在聚会所 进行相关的户外课程 而在部落的碎时记忆活动期间 也不会再受到艳阳或是雨天的影响 为加显期盼部落族人能多多利用 部落聚会所 办理更多的文化传承活动 记者刘明胜花莲采访报道